今天跟大家講講, 通常香港地的潮濕都影響琴子還不起都有這個問題, 其實琴鍵的一個部份, 很主要這個琴鍵我們是有前後兩個釘去定位的, 而這個琴鍵湧裡面, 因為香港如果天氣潮濕的時候, 它都會膨脹的, 夾著一個釘在那裡令到它不靈活, 令到它這裏就不夠靈活, 是會緊了, 所以一彈了下去, 它就不懂得翻上去, 最主要就是這兩個位置膨脹了, 我們有專門一個工具, 是可以把它調校回適當的鬆度, 但當然有時有些舊琴太鬆的時候, 令到琴鍵鬆飄飄又不好, 這兩個東西都需要適當的調校, 它剛剛適當的感度, 那手感才好, 當然琴鍵不起, 除了琴子的問題, 還有不只是那麼簡單, 還有是Action的問題,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。